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 继印尼前总统出席了 这个第二届的亚洲领袖论坛之后 他来主讲台湾在亚洲和世界的新角色 马英九呢 波士强调八年施政有目共睹之外 面对美国日本还有国民党的新变化 他也提出了不同看法 在近300位师生热烈欢迎下 马英九一嫂中方介入的压力 上台畅所欲言 从与梵蒂冈保持友好往来 因应中国大陆军事崛起 改善两岸关系 促进台日友好到多国经贸合作 八年施政总回顾 要的就是一个客观公正的历史定位 我相信这些运动是一个更新的 新的新的专业势 在中国的新的专业势 在亚洲和世界的八年 各位先生 我尽量我的最好 虽然全英文演说 足足长达半小时 但台下师生听不过瘾 还有政治学系两大教授 任学历与戴许轮番上阵 不论川普反TPP政策 还是国民党是否能到中国大陆设点 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但马英九更快人快语 I don't believe in the moment men in China will allow the KMT to set up office over there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有空来台湾玩 来找我好不好 足足两个半小时 为台湾把麦抓药 马英九坚持和平发展的治国理念 最终赢得圣母大学全体出席师生肯定 然而国际关系变幻莫测 换成小英政府是否就能见效 则又带历史来公正评论 东京新闻用志 在美国圣母大学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